這天氣熱 遇到的這個問題 確實是有一點點 讓我們很大的一個困窄 這個原因是這樣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遇到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 它確實也太熱了 這個熱 可能有些會要去做一個條件 目前我們還蠻有把握 可能就是像玉米樹 但是如果是經營又是這麼大 這個沒辦法的時候 你可以給它在床面 就是說你要讓它分量比較大 就說它 它住不起來 所以主要是根部的吸收障礙 所以我們床面 我們也是要做平衡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配合一點點的肥分 所以你可以找一些很容易吸收的淡肥 所以我們 主要的建議說 用一點點的尿素 尿素500倍 加這個硝酸鈣 硝酸鈣500倍 你兩項你幫它調整 這個尿素一點點 五百倍的薄薄 硝酸鈣也沒重 我們作效面 下去它分 它這個肥仔 就淡素的這個供應 起來比較軟 但是你這裡看得很好 如果是 鳳台要來之前 不可以太去噴 它怕會太過頭軟 所以 因為雖然有改 不會那麼軟 但是 它剛 因為我們有參照所 參照所 就比較軟 你等到 譬如說鳳台要來 我又要轉 我就是硝酸鈣 你如果沒有你就會 可以 這陣子都 鳳台不會入 這差不多 這 中間有幾天的時間 七天就可以了 只要我們有七天的時間 它就不會說很軟 它是剛用來的第三天會比較軟 當時再來差不多四天過 它就 它的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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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增加 所以 這點要注意一下 還有一個 就是說 在肥仔以外 你要配合金箔的一個操作 譬如說 如果是有水 去照一順 照一順 這個穿糕 不要照太濕 就是說 讓筋的 不要那麼燙 金箔 不要那麼燙的時候 它就有機會 這個東西就比較有機會 可以留得比較燒爛 這個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來給他了解一下 這個大概我們這個處理的方式 這個 目前來說 目前來說 應該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讓我們挑戰朋友 稍微做一個參考 就是說在這個調整上的 你要為這兩方面 來看他怎麼去處理 稍微做一個調整起來 我們就可以幫他做個好事 就提供我們挑戰朋友 稍微做一個參考 好